谁说敏慧的孩子没有父亲呢 来 儿子 这 什么情况 心里 他的父亲就是我 你就是敏总监的儿子吧 都长这么大了 真可爱 是不是不记得莲阿姨了 我不认识你 我是你妈咪的同事呀 回来 你妈咪没说这样很不礼貌吗 你快疼我了 妈咪 妈咪 试试一下不好意思 陈珍 妈咪 林旭月 你干嘛 妈咪 这个瓜姨她弄疼我了 弄你哪了 这 这是你的孩子啊 都这么大了 真没看出来 高主席 这你就不了解了吧 我们民总监可是事业家庭两不误 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 事业也是风生水起 我们整个宾城科技圈 像她这样的可找不出第二个 这女的谁啊 别确 单亲妈妈 门巢的人很辛苦 很不容易啊 值得尊敬啊 那当然 别的单亲妈妈就算离了婚 孩子的爸爸也能帮帮忙 我们民总监就惨了 孩子都这么大了 都不知道爸爸是谁的 林旭月 你有毛病吧 需不需要我帮你行云酒啊 嗯 我说错了吗 我刚才哪句不是实话呀 糟了 民总监不会告我诽谤吧 也不知道民总监会不会解释 可能啊 自己这不知的孩子吗 我们人生修水 之前女人吃饭 我都拒绝了 否定是你情婚送的 林总监 您就说什么 不好意思啊各位 关于民总监的私人话题呢 谁说敏慧的孩子没有父亲呢 来儿子 这 这什么情婚 心情 不是 她的父亲就是我 亲情 早就和你说了 这种事情不需要再提我隐瞒 你和儿子是我最重要的人 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林总监似乎对别人的私事 是特别感兴趣啊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这就是我不投资 你们官朝的原因之一 不喜欢与小人为伍 打扰诸位的雅兴了 不过时间到了 我要和敏慧 带儿子回去睡觉了 诸位请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